有一个特别困惑的事 我们在每一站的时候 都有异星的粉丝 无处不在啊 异星的粉丝到底有多少 我的这个后宫家里啊 有三千万 异星有给大家唱歌是吗 一到晚上就开始了 突然我接了个投诉电话 说得特别严重 他说别人已经抱几个头 哇 这人怕过了吧 一会儿老师摸着他摸完头发 他说不知道哪个裤子 就是听歌 我说 异星老师 昨天投诉的人是你啊 看到异星的荧幕出轮 给的是黄渤 我们就放轻了 那是一个突发状况 真的是极限 这东西没法设计 设计它一定不同意 所以异星你的 在造型上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碎斑啊什么的 天天点 他那个卸妆很难卸的 大概半年之后吧 洗头都还有那个胶 这个东西牺牲挺大的 说实话 像我们这种颜值的 我都不愿意 你的小可爱突然出现了 这个对我来说挺邦贵的 敢不敢模仿自己的表情邦 我今天呢就是笑不如耻 有小小的揪一下是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异星就是很怕一些尖嘴型的动物 鱼啊鸡啊鸽啊鸽子啊等等之类的 还有也怕鱼 这种怕鱼嘛对不对 这一次 然后好像据说我有看到之前拍戏了一些花絮 嗯 你不仅仅是摸鱼 你还要生吃它 这是挑战 所以那一刻那个感觉来再来分享一下 应该说了很多次了 我听说那个那一段没被解释呢 没有 有花絮呢 有花絮 花絮我们都看到了 对 有花絮 我说那真的拼了命咬了那口鱼 对 导演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吓飞了导演 导演不是吓一跳 导演是直接 哈哈哈哈 导演先给他做心理见识 嗯 见识了半天说没事 你就一定要咬 而且还要吃出那种饥饿感 是 就导演拿着一吃 那个鱼不知道怎么会 就里边有气 就发出一个很怪的声音 哦 他就说鱼活了 对导演马上哎呀 就就扔了 我们都在旁边 可是我当时也有看到那个画面 可是你是很淡定 你是双手捧着 他蒙了 哎张口 对他很认真的要吃 我是真的在咬 因为他不好瞪 瞪那个鱼 因为那个鱼是 等于是没有什么 一开始咬的 那个鱼是没有什么开口的 是 对 然后就是咬 还不好咬 他咬还咬不断 你看 然后就 鱼皮很结实 还记得那个味道吗 不是很想记得 不是很想记得 哈哈哈哈 反正经过那个事情以后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一个饭 叫做鰻鱼饭 在日本 记得吗 对对对对 我最喜欢吃的一个饭 叫鰻鱼饭 然后因为这个吃这个鱼 我是真的 有有有好几年没感觉 没吃这个鰻鱼饭 我好像到现在 为止都没有吃鰻鱼饭 是吗 啊 所以说 所以说是 我以为说你拍了这个戏之后 你克服了对鱼的一些恐惧障碍 结果没想到是阴影还加深了 那没有 那不是阴影 阴影就是 反正就是硬着头皮上呗 嗯 对 哎 那如果真的一定要一定要选择的话 鱼和鸡你最怕哪个 不是鱼和尾 老师 鱼和尾 哈哈哈哈 鱼和鸡 不是鱼和尾 哎 你这个反应真的很666哎 不是 我说鱼和尾老师跟我总结了 哦 林苏维老师 他说你怕鸡啊 我说我对啊 你怕鸭 我说哦 鱼你也怕 我说对啊 蛇啊蛇啊 狮子你怕怕 我怕哦 合着就一胆小 合着就一胆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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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尤其是他对这个活物 他对这些小动物 他的这个爱心 还是就是尽量的稍微 哈哈哈 远离一点 不要去伤害他 就包括这些蚊子什么的 有时候我也会就是有时候觉得说 嗯 你干嘛飞过来呢 你可以到你的生活环境里面去好好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打我的生活 你就知道 我一下睡觉睡得好好的 你让我耳朵后面飞来飞 然后我就要把那个垫 蚊子那个拍子要打打开 未来把你这个 就是让你让我能够睡个觉 你说叫你好好活的 你比方说我现在四肢这么多地方你可以咬 你为什么一定要飞到我耳朵这边来的 你飞到我耳朵这边来 我没办法 我只能把你给打掉啊 对啊 对啊